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踏入11月,各位姊妹們 敢不敢受到節日氣氛越來越濃厚了? 各大品牌都推出了很多節日套裝、Holiday Collection 或者Advent Canada等等 是不是覺得心大心細,購物又很旺盛 但是不知道買誰好 在這個時候,我的職責就當然幫大家開箱了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裡面有什麼 適合自己用,值不值得買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我們這條影片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箱了 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這條影片的畫面可能未必那麼好 我拍片的時候是發燒,個人溫溫等等 但是又很想跟大家開箱 有些優惠,如果我不拍就會錯過了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首先是她,大家不會陌生的 我冬天絕對不能沒有的後備貼系列 這套是網店商十一限定的 避貼王牌三件美肌套裝 大家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裡面有每個冬天我都一定會用的避貼自潤面霜 這個是60ml的 避貼自身精華,不用多說了 是我用生命推介,人生是不能失去的精華 這個是有20ml 然後有50ml避貼循環精華 是這個系列的基底液 然後還有天氣單的華原重新泡沫潔面霜 這個是有50ml 我想改一件事就是我剛剛才用完 這一支是沒有了 可以換掉它 你看到那個使用痕跡呢 這個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還有這兩個,不要看它細細一點 各有25ml的 是天氣單的華原重新水和天氣單的華原重新乳液 讓我分享一個在後買套裝的冷知識給大家 記住你買完這些盒回來 不要就這樣丟掉它 要打開,檢查一下底部有沒有東西 這個是去年有觀眾告訴我 原來底部很多時候都會有化妝棉 或者是有紙巾 這一盒裡面有這麼多的 這一盒裡面有 剛才有沒有說到 1650元 在官網那裡你也知道是很多贈品 如果你沒買過 第一次在那裡買東西 就會有一些新顧客的獎相 之後你只要買東西它又會有贈品送 買到一個門檻 例如1500元 或者2000多元 或者更高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門檻、贈品 而且大家看到上次買得這麼開心 這次我也是問了 可不可以有一個小小的曲給我 有些小禮物送給我的觀眾 我是跟他們談了很久 因為我想送一些我自己也喜歡的產品 就是應該猜到的了 冬天是絕對不可以沒有的 喉面膜 這個應該燒了很多觀眾入坑的了 就是鼻貼的面膜 裡面除了有一塊面膜之外 還會有Step2的自身精華 還有Step3的自潤面霜 這裏一包已經夠用幾天 甚至有些觀眾說夠用一個星期 是很瘋狂的 除了一塊面膜 也不僅少 知道大家這一陣子都會開始去旅行 所以我都爭取了4ml 這個我很喜歡的自身精華 還有這個40ml 不是細緻的 你看到跟我的手掌是差不多大的 這個是拱神響的活膚泡沫洗臉魚 這款是男女都適合用的 因為它是可以有很多泡泡的洗臉魚 這個系列我燒了這麼多年 都知道有些朋友是用過的 未必每次會想買整套的 可能只想買一個單品 像我一樣 是超級無敵喜歡他們的鼻貼自身精華 所以現在只要買這個鼻貼系列的正格產品 它就會送多5個同款產品的體驗妝 我看到 例如買這個鼻貼自身精華50ml 它是送多5個8ml 即是送多40ml 差不多到半價了 是超划的 還有就是循環精華 致藥面霜和循環面膜 都是會有這個優惠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開完我的後之後 就要開另一個 應該都是大家等了很久很久的 就是Savon的Advance Canada 我要很有儀式地在大家面前開它的絲帶 單手有點難度 但一打開你們能不能裝到 它是超級無敵美的 快點尖叫吧 我之前打開過 真的那一刻是眼前一亮 在IG story的投票 大部分人都是想看好 這麼多格內有些什麼 應該你們想知道 買回來會不會中伏 會不會有些不等待的東西 有些萬事夾 有些雪翅馬 但也有小部分人 是想保留神秘感 所以我會開完 但不會順序開 不會告訴你們 哪一天是哪一個 大家可以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然後又可以有每一天 今天開的是什麼的那種心情 這個想法我已經想了一整晚 好 那我就隨便開了 我也不告訴大家它是哪一個 我自己也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第一個開出來的 已經是我超喜歡的 我真的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這個是Rose Tea的身體磨砂 又是用生命推介的 它也很大 67-57ml 你看都很大 然後 差不多大小 這個也是 沒錯 它還有另一個 是我很喜歡的味道 這個是冬天才有 好像這個也是 不如我直接打開 因為有幾個尺寸都很類似 看到我超興奮的開箱 我又不可以讓大家看 我又要這樣開箱 你看喔 total是有四個的 這個是Body Lotion 是一個Jasmine的味道 我已經完全預計到 拍完這條影片的時候 場面有多亂 然後有個Hand Cream 這裡也有Body Lotion 深層清潔面膜 我鄰居最愛 有這麼多身體磨砂之後 然後就有個臉的磨砂 這個也很大 是有60ml的 然後我還開了一個shampoo 是他們的Grim Rose 不要經常focus我的樣子好不好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味道 還有這個 叫做Mask Jelly 應該是用在臉上的 是有30ml的 就開始我非常喜歡他們的產品 一開始入坑 就是他們的shower oil 然後第二個是Rose Tea 這個是Ginger Orange 又是Jasmine味 這個shower oil 這些呢 你看它小小至小 其實呢 我看它這裡也有50ml的 又是這個Banilla味的shower oil 這裡也有一個silky body milk 是很滑的 他們這一款的body milk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產品 這個也是shampoo 剛才是有支妝的 這個就是瓶妝的 這個也是Jasmine的味道 這個呢 我也是去年Advance Canada 裡面有 然後是很好用 因為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用小袋 他們的hand cream這麼細枝 放下去是超級方便的 所以他們今年都有呢 我都覺得很開心 應該不止一個 這裡有第二個 這個是他們的white tea味道 然後這個小的 哦 剛才有個很大支的面部磨砂 這裡有個小的 再來呢 這裡還有很多支 啊 有這個味道的hand cream仔 然後有個超大盒的 這個是什麼來的 上年好像沒有那麼大盒的東西 哇 很棒啊 這個我想馬上去試給大家看 比起貨 size 這個是大力一點的 但是你看到完全 不會有水珠的 味道是阿麻和卯丹 我也是第一次試的 它聞出來呢 不是很甜的 是花香 都挺適合秋冬的時候用的 那它應該有開到最後一個了 哇 原來板板聲就開了 這個 哦 上年是有很多的 今年呢 就應該只有這一支 他們的香水 我剛剛才看到的味道 是我最喜歡的Vanilla 馬上噴一噴 真的不要開玩笑 啊 超香啊 我上年呢 是為了這個味道 我買了很多支shower oil 是一直存在的 因為我很怕它是限量版 真的超級香啊 應該我就開箱了 我不會告訴大家 哪天是哪天的 下一個要開箱的呢 就會是 IPPOCHE的這個了 這個一打開出來 我還是覺得很漂亮啊 它是一個很升空的感覺 一樣我也是不會順序 我會隨便開 那我們又開始了 上年IPPOCHE的Advance Canada 裡面呢 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些平時沒得賣的產品 或者香港沒賣的產品 不知道今年會不會都有呢 這個呢 是他們的repairing mask 是一個jojo bar 是不是頭髮那個 還是臉那個呢 這個是頭髮那個 我平時都有用開的 然後呢 這個小小支 是他們的sleeping care 然後開一盒大的 是他們的shower gel 這個是什麼味的呢 Milky Elmonds 是一些冬天 很冬天的味道來的 然後這個 又是開多一盒大 是他們的 這個好用 我媽媽很喜歡的 是他們的一個落妝水 好泡膜 他們真的有出的嗎 這個又可以試 這個呢 就會是 Wicken Scrub 是一個磨砂來的 很漂亮啊 顏色很繽紛 這個是 這樣一枝的 是Mascara 有驚喜 每一次Eve Oshare 都覺得是 不只是自己喜歡用 是一些會 意想不到的東西 是一個身體磨砂 然後 因為有用過 我就沒有那種 嘩的感覺 是很真實的 我妹妹什麼都啊 大哥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 棉霜 是Soothing Light Cream 也是一個Body Wash 它是Gentle Hair and Body Wash 相機都太興奮 Focus不到 大家看不看到 它是可以洗頭和洗澡都用得 這個帶去旅行 給金山用 咦 原來它有這些 我不可以錯過 它一個設計 給大家看 一個盒 它外面會寫了一些提示 裡面 是什麼來的 例如 這個是 Shear Butter 可以做一個 濃度 Lowish Skin 應該就是 塗身Body Lotion 那類 沒錯 它是Body Lotion 這個是 Botanical Balm 它也是塗身 不是 不是 這個是塗頭髮 對 他們的頭髮產品 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不知道裡面會有我的髮醋 很想要啊 因為我又差不多用了 而且很想帶去旅行用 這個呢 不是啊 這個是 是一個 Shower Gel 也是 它這次是 Juicy Berries 哦 應該就甜一點了 啊 這個是 很紛紛的 那種 那種水果味 然後繼續開 努力努力 啊 指甲油 是一個有閃粉的指甲油 然後到這個 啊 這個呢 就是 金生最中熱的 epoche 產品 他們一個 可以磨砂的洗臉 這個是 金生主動要求 叫我去回購的 東西 應該很開心 他現在裡面睡覺 這個細細枝 哦 是他們的 一個 潤唇膏 哦 這個是香水啊 哎呀 好可愛啊 他是這樣細細枝的 然後 這個呢 就是cleansing gel 這一種的cleansing gel 是好用的 他 很清爽的 是我夏天的時候 都用完一個 應該是胸瓶 大家遲點會看到的 不是那麼快就看到 不是不是 這個是hand cream 因為是這隻 顏色來的 這個hand cream 就是剛剛的elmots 那種味 哎呀 我有一刻以為是發燥 對 這個好用啊 這個也 因為我在這邊也開了 來用 就是他們的shampoo 對 我有4 size 對 是一個很 很潤身的shampoo來的 這一款 Ultra rich shower 是洗澡 但是呢 應該會是很潤很潤的那種 YES YES 不要失禮死了 這條片 那開箱是這樣的 大家應該 平常在家裡也是這樣的 是發燥啊 我最愛的這一紙 太好了 可以帶去旅行用 很開心 然後剩下兩盒 好可愛 唇膏 是不是唇膏呢 對 應該看到顏色 後面有個色號 開給大家看看 Yeah 是唇膏 對 這款shampoo 在香港 以我所知 應該是沒有 這條線 所以 一定要在Evance Canada 裡面 才會有 好 最後這個了 有發燥之後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它在什麼都可以了 這個是 day cream 對 細細的 好 搞定 又開了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喜歡 這個Evance Canada 我是非常滿意 裡面的東西好像不是太多重複 也有很多不同的損顏 然後第四個 我要轉一轉通了 應該是很多觀眾寶寶 因為Serena很喜歡用寶寶的 對 大家很期待的 Serenia 他們第一次出Evance Canada 這個 我是搶先 全宇宙第一個收到的 對 做朋友 是這樣的 是不是才訂了這個 做快點收到的 這個 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為裡面很多產品 都是新的 沒有公開發售過 所以 由於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問他們 拿了個list 不然我不知道怎樣去介紹 拿完之後 是什麼 對 打開出來 嗚 它不是剛才一盒盒 它是那種 要拔開的 Evance Canada 大家聽不懂 這些聲音 應該是Evance Canada 對 做個ASMR 讓我先拿出來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真的 我有用 我想要遲些去做一個 brand focus 去介紹 但是忍不住 要告訴大家 這個我很喜歡 是他們的dewi面膜 一開就已經開中了它 是我一用 立刻忍不住 Whatsapp Serena 為什麼你會做到這個質地呢 是很滑的 然後 它是很舒服的 一個面膜 這個是 哎呀 有點難拿 是他們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的呢 是一個diffuser 我要立刻開出來 我自己沒聞過 因為它 臨去日本之前跟我說 是它 用了很多心機去做出來的味道 我知道為什麼它的warm heart 真的很溫暖 好像是一個火爐旁邊的味道 我先關開 因為家裡現在有diffuser 還沒需要用到它 這個就是他們的泥膜 我有 但是我還沒用 坦白說 對 我是還沒用的 這個這麼小 哦 是一個安瓶 新產品就真的要出貓了 這個是 膠原美白彈潤活肌安瓶 這個不用看 我也知道是什麼了 是新產品 但是呢 最近很熱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NMN 這個是叫做 COSE 我先看看 它是 消炎症症抗菌滅火安瓶 下一個 這個 叫做 Diamond 皮秒靜白 爆水光澤度膜 好像很棒 這些一瓶就會有15g 這個叫做 海洋 Ocean的一個面膜 藍童全能修復水潤面膜 我喜歡藍童 這個呢 應該都是新的 它是一個手霜 剛才歐敷了 我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看到嗎 它是超級輕身的 大家不用怕 一些很黏黏的手霜 有那個 Diffuser 那些棒棒 下一個呢 這個是Body Lotion 對嗎 沒錯 這個是他們的Soft Body Lotion 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就知道是 跟手霜一樣 都是超級 很吸收的 這個我要用了 這個是Eye Serum 這個眼部精華有10ml 應該是4 size 你會看到裡面 不會很稠的 這個我沒用過 是全新產品 它是 都是手霜 剛才那個Warm Hut的味道 相機今天自己都很興奮 對 跟剛才那個家居香氛 是同一個味道 都是Warm Hut 又會剛好放在 都是不說了 對 這個是他們的香水 這個新的味道 我想Serena自己都很喜歡 很滿意 所以就出了一系列的產品 這個是她自己極度推介 我去用 一個叫做Glowy的Facial Oil 她知道我很喜歡 很喜歡用Facial Oil 就跟我說千丁萬足 我知道裡面有一個是很適合的 就是這個 一個 Toner 我都想了很久 為什麼他們還沒推出Toner 原來就是在Evans Canada 這個我又用了 是他們的綠妝油 這個細枝 又是很適合帶去女人 這款綠妝油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天然 然後她就不會很厚 不會很焗的 然後是乳化都快的 不是那種要穿很久 一些白色的那些 慢慢退出來 不是的 暫時我用了一陣子的感覺 是這樣的 遲些吧 遲些我再給大家 她是一個Eye Gel 如果是我用開那種的話 她是很輕身的 我早上的時候都很喜歡用它 因為不會有負擔感 不會說 很擔心之後 跟不同的遮瑕膏打架 因為它是很快吸收的一種 下一個呢 這個 還沒見過 這個 啊 樣子壞了 這個我有 這個是他們的頭髮精華 我沒見過的原因 是因為我媽媽在用 不是我用 下一個呢 粉紅色很漂亮 它叫銅銀鑽光膠原水光針 這裡是有10ml的 這個 硬一點再跟大家說 其實我沒用過的 但是呢 就跟我有少少關係 繼續 繼續 它會有這些筆筆呢 對 讓我們去做那些Gel Mask 塗在臉上 這個呢 喔 是叫做Relief 一個噴枕頭的 一些令大家好睡一點的噴毛 直接用一個Cushion試試看 噴在枕頭那裡 啊 它就真的是那種 放鬆的感覺了 我不小心遮蓋到唇膏在這裡 這個是Shine 他們的Body Lotion 咦 那我之前用的那個是誰呢 因為有兩個Body Lotion 現在 對 我不知道之前是誰呢 我沒有去寄那個名字 喔 這個我好像平時有用 我認得少少少個名字 Multi Perfecting Serum 這支呢 我是最近日口有用 對 可以說少少給大家聽 就是一個 它需要一段時間吸收 但是吸收完之後很舒服的一個 Serum 到最後這個了 它是 咦 我沒有想過最後才能開到它 因為是我用得最多的 藍童安瓶 用它呢 我是很喜歡 加上倒入耳 一整支 一整支 即是一晚的時候 你塗完通耳 用它 然後你用倒入的時候 你的臉會發光 終於就開了整個Evans Canada 各位觀眾寶寶覺得是否吸引呢 我知道大家都很心急想在它直播的時候快點買到 應該這條影片和它直播的相距不會很遠 就不用看到買不到的了 然後呢 我就拿了老闆娘 給我一點點優惠的觀眾報報 雖然因為這個Evans Canada 真的數量有限 就不能用其他途徑去買 但是呢 我就爭取了一個小優惠 就是如果大家在直播的時候錄單 可以入一個優惠碼 就是本人的名字 就是本人的名字 就是HIDI 記不記得剛才我開的時候有一個關我事的 就是這個水光針精華 這個呢 不是同樣大致 但是會有一個很可愛的包裝 好像針筒型的 不是打針那些 但是針筒型也是這個水光針來的 這個就是我跟大家少少的聖誕delight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住去留意Serenia他們的IG 今天一年就跟大家開箱了四個不同的套裝 還有Evans Canada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可以抹下自己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適合你用哪一個底 都可以去準備你自己 屬於自己很開心倒數聖誕的一個儀式感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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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錄的12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3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媽媽拍了很久了 怕了開箱那麼多東西 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跟葦璃姐姐說拜拜 好嗎? 對了你乖我了是不是?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給大家看看我拍完這條影片之後的地下 剛才金山一出來看到 是深深歇氣了一聲 有排汁啊 還有有沒有人發現我一邊拍 鼻子是越來越紅 因為我在這裡流鼻水 然後這裡是很多次子 搞不定 拍片的真實情況就是這樣